江夜中的浩天是如何找到人间夫子的 天气十六年 燕鸣湖之战后的桑桑寒病复发 宁缺在夫子的剑下去兰科斯求医 其间桑桑在于兰陵生中被认出是冥王之女 于是世间所有势力都开始追杀宁缺和桑桑 宁缺没办法带着桑桑去往荒原 荒原之战 神国降临黄金巨龙与黄金神将欲吞噬桑 关键时刻 夫子斩将屠龙 并将一部分人间之力注入桑桑体内 直到此时夫子才知道 眼前的桑桑实际上是浩天降下的分身 原本浩天与夫子相看千年 浩天想要找到人间夫子的真身很难 因为夫子在修成大山通后 就舍了一身躯壳 不往三界外跳 直向人间去 把自己与人间融为一体 浩天要杀他 便要把这个世界毁灭 但他又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世界不存在 他便会毁灭 这是一种既安全又非常危险的方法 优点是夫子到处都在 只要夫子本体不限 浩天便永远找不到夫子 缺点是 浩天只要找到夫子的一部分 便能找到夫子的本尊 荒原一战 桑桑让夫子成功的相信 他真的是冥王的女儿 所以夫子把人间之力 灌注到他的体内 夫子就是人间 而人间之力 就是夫子的一部分 现在夫子的一部分 就在桑桑体内 所以荒原一战过后 神国的浩天就已经锁定了夫子 这一战 夫子必无可避 整个过程看上去非常的曲折 然而事实上 所有的一切 自始至终 都在浩天的算计之中 所以桑桑在没有彻底觉醒之前 夫子带着桑桑和宁缺 游历世界各地 吃遍人间美食 甚至还让宁缺与桑桑成婚 其目的就是希望 浩天能够知晓人间的美好 似水之盼 桑桑觉醒 邀夫子登天一战 夫子化身成月 堵住通向神国的大门 把桑桑打下人间 使其无法回归神国 江夜如果还有第三季 后续的故事发展是怎样的 跌落人间的浩天首先来到西陵桃山 他想通过召开光明记 打通回去神国的路 但他不知道的是 无论是书院还是道门 甚至包括西陵神殿 都想把浩天永远的留在人间 书院的理由是 浩天回归神国 夫子会处于不利局面 道门冠主则有两个理由 其一是 光明记的祭品是他的儿子 陈皮皮 其二是 此时的冠主 恐怕已经萌生了取而代之的打算 西陵想的则是 如果浩天留在人间 西陵将空前强大 神官们不仅可以每日 瞻仰光明 顺道还能一统天下 所以 陶山光明记失败 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后来 浩天为了偿还宁缺的感情 与其一同离开西陵 游历世间 他们首先来到大和国 大和国王书胜 命令弟子墨珊珊 嫁给大和国国王 宁缺闯入大和国王宫 最后 浩天亲临现场 击败王书胜 不仅把王书胜改名王叔 还让墨珊珊自己当了大和国的国王 离开大和国后 两人来到瓦山烂科寺 佛祖时向前 有趣的是 以浩天的天算之能 竟然看不懂佛祖是生是死 宁缺觉得 这位佛宗的开创者 是一只薛定恶的猫 于是两人再入佛祖棋盘一探究竟 佛祖棋盘是佛陀 专门为灭杀浩天所造 其间是一个巨大的佛国世界 浩天在其间日久 慢慢染上了贪嗔痴之毒 最后因为失去力量 变得虚弱不堪 宁缺见状 费尽千辛万苦 修佛千年 把一座佛陀山峰 修成桑桑的模样 最后浩天吸取了 棋盘世界内的信仰之力 才破开佛祖棋盘 从棋盘世界内走出的浩天 与借人间信仰之力 所化神舟回到神国 结果失败仍留在人间 不过浩天并没有去找宁缺 而是躲在极北荒原之地 因为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并且非常的虚弱 江夜中的浩天结局是怎样的 书院灭西陵之战打响后 宁缺一路北上 最后入荒原找到浩天 两人打算返回长安 就遭到清静之上的灌主追杀 关键时刻又是李漫漫及时救场 九徒在灌主的授意下 偷袭李漫漫致其重伤 后来更是一剑插入浩天的小腹 浩天逃离后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后配合宁缺朝小树 用柳白留下的那道大和剑翼 成功击杀九徒 此刻灌主击败李漫漫 收集到七卷天书 于是他第二次来到长安城下 面对来势汹汹的灌主 宁缺与整座长安城所有的招数 都对他无效 灌主逐一打开七卷天书 浩天越来越虚弱 最后宁缺通过阵眼处 让浩天的意志传遍整个人间 然后宁缺用亿万人的意念 写出了一道前所未有的人字神符 一刀劈开新纪元 成就今日地球 灌主则在此战中丧生 详细的细节 可以看看前面的书院灭西陵的视频 让宁缺比较意外的是 旧世界破碎后浩天并没有死 此刻浩天明白了世人 爱与不爱他 其实并不重要 他爱不爱世人 其实也不重要 他与人类本来就是一体的 他并不是这个世界冰冷的客观规则 而是人类认识的世界的规则 所以他可以随着人类的认识一道成长 大结局时 宁缺和桑桑隐居在长安的老笔斋中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们一同开天辟地 注定会成为人类的传说 因为江夜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浩天的世界 在浩天世界内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规则之下 因此将其放在第一位 没有任何问题 江夜故事的逻辑展开来 其实非常简单 一个强大的人类看到人类生存很难 经常要面对各种灾难 于是就帮人类找了一个守护神 这守护神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强行收取保护费 这个强大的人类 也许是知道人类终将有一天 会强大到不需要守护神 于是留下了预言与武器 果然有一天 人类来到了非常强大的时刻 他们开始对守护神诸多行为不满 然后拿起武器对抗 最后守护神发现 人类确实成长到 不需要他保护的程度 于是变成人类 与人类和平相处 而这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被一个人看穿 那就是最开始的 那个强大人类 盗门之手冠的开创者 七卷天书的创造者 赌徒 那我们回億谈下 倒下鼻辈ới 后保命 屏